歡迎所有好朋友來到台股獲利任一門 現場為您邀請到永城國際投顧林建宏分析師 歡迎建宏老師 林妍好 所有的聽眾朋友 還有觀眾朋友 大家好 東森的朋友 好久不見 建宏回來了 哇 歡迎建宏老師 好開心喔 各位啊 建宏老師強勢回歸 但重點是什麼呢 老師一樣一如往常的準 從去年10月31號台股下沙取量說 到前一波台股創高 高點21937 這一波又被建宏老師足足驗證了6000多點 沒有錯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除了大盤老師準之外 這個個股有夠厲害 我們的性景各位記得吧 79.5塊的進場點 今天呢 他創了波段高118.5 這一波的獲利49% 好強好強好強 所以老師一再強調 用對方法賺錢真的不難 而且你們記不記得 兩週前老師就在預告 啊接下來這個明天的Computex 一再一再跟大家邀請 你來了沒 你來領了沒 你來找建宏老師了沒 因為呢 今天我們的Computex 先抓這一檔 你連在這邊跟大家接牌 就是我們2465的立台 立台他多強老師 今天掌停班啦 掌停班啦 哇我真的太開心了 你看又是一波底部扎扎實實 買得滴滴的黃金進場點 用對方法賺錢一點都不難 所以我說啊 所有線上的好朋友們 聽眾朋友 還有在收看節目的好朋友們 跟著建宏老師買股票 你可以操作的安心 重點是你可以賺得非常開心 我們歡迎建宏老師 好的謝謝年年 所有的觀眾朋友聽眾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又重新回到東升 OK基本上的話 就要再強調一件事情 我說做股票真的沒有那麼難 但是重點是你要用對方法 是啊 我的經典名言 我相信ICRT 我從去年11月1號 來到ICRT 已經經營大半年的時間 那所有的個股 公開在所謂太陽下 我說賽日光浴 我只穿了一件三角褲 公開的一個驗證 那大家應該知道 長期follow我 atJJ1788的投資朋友 應該很清楚的 建宏老師一直強調 操作股票 誤犯大忌 什麼大忌 追價追高 對 基本上你只要不追價追高 我說建宏就給你60分 60分 因為基本上 你只要不追價追高 不要等到股票漲上去才去追 你有沒有想想看 漲上去你才去追 買在底部的人買多少 你買貴他多少 而且人家要出了 對 這是一體兩面的事情 你懂我意思嗎 對 只要你不追價追高 我說我給你60分 縱使後面大盤有風吹草動 也不關你的事嘛 受輕傷都有的救 只怕你追價追高 追在那高高的 追在所謂的半山腰 追到所謂的外太空 當你套牢的時候 我說重傷就沒得移了 所以我說 誤追價追高 誤追價追高 這是操作的一個所謂 最基本的邏輯 再者 然後他說千金 可以買得早知道 誒我會跟你講 真的千金真的可以買得早知道 我說用對方法 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用對方法 你可以跟著金虹買得低低的 掌握黃金進場點 那你何必後續再去追高 而且買得低 還有個好處 後續啊 魚生魚肚 我們吃那魚啊 透露最肥的啊 都是油滋滋的肉啊 是吃的獨享很爽啊 對不對 那你何必呢 對一定要等到 大漲上去的時候 然後才在追那個邊邊角角 去親那個所謂的魚尾或魚頭 難把被吃也也早嘛 很多東西都是很淺顯的道理 就一直很喜歡 分享正確的邏輯觀念 而且會用很日常生活 大家可以淺顯易懂的方式 來做一個舉例 就像大盤 在上禮拜的時候 創高快到2萬2了 那我說你長期鎖定就好我們的 尤其在東升 去年11月1號 就沿路鎖定我了 包含先言東升 或者是台中的大千電台 當去年的一個10月31號 我說四檔四檔上啊 大家嚇死 嚇死一對寶寶 風雲變色 因為那天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對 早盤10點半以前啊 哇還是創高的喔 還是在持續做一個盤間的動作 但是10點半以後 豬陽變色啊 90度跳水 要羞 很多當下的強勢股 什麼 四季鋼 材料KY 滑幅 我印象很深刻 紛紛從漲停啊 哇鬆開 然後沿路 由紅翻黑打到跌停 當下大家不知道不知所措啊 風聲鶴唳啊 而市場上唯有林劍鴻 我說現在高科技時代啊 ad這些1788 YT可以定起來 如果 我們是現在才認識的 你可以去 無論是YT 或是我的一個免付 Fed Free的群組 ad這些1788 去看看劍鴻過去做些什麼 公開了些什麼 真的很多金山銀山 對 用對方法操作股票的話 操作真的不難 而當下的10月31號 記不記得去年 是不是回撤萬六的地方 對 萬六的地方 唯有我說啊 大盤連續量縮 台股下沙取量 我說會複製去年2023 在當下之前 唯一一波的激情 五月份那兩千 兩千點多頭的行情 因為我在節目當中 那一天節目 非常清楚的名牌跟你說 你要懂得台股幕後控盤的那一隻手的思維 法人主力的思維 那一天的一個下沙 我大膽的說下沙取量 對 因為劍鴻跟他想的是一樣的 這個方法或許是非常驚悚 也是最不想用的 但是他卻是速成 他很有效 你回歸他去年嘛 到10月份那時候 哇都沒有量啊 無量無價沒有激情 怎麼做一個上工 那那一天果真下沙取量之後 是不是 壓回之後 是不是在那一天 我們來看看 見低之後 是不是就開始一波 去年的10月31號 什麼地方 跌破萬六 跌破萬六 嚇死寶寶 有沒有嚇死寶寶 對 是在當下的那個狀況之下 是不是後續 後續就走了一波 我說一三比一三高 多頭的心態 真的耶 沿路到上禮拜的時候 21937 這一波上來大多頭 足足漲了6000點 6000點 那當然盤是 容金融的規劃 那我說 不論是多頭空頭 你只要用對方法 在股市當中 賺錢真的不會太困難 大家也想說 哇 股海蠻忙 為什麼老師 我永遠賺不到錢 我就任何事情都一樣啊 賺不到錢就算 我還賠錢 對啊 尤其做股票就是用對方法嘛 找對工具用對方法嘛 什麼樣的方法 這也是金融一直長期 在節目當中 我相信你是我ICRT的朋友 跟了我半年了 我說你光看節目啊 你賺了多少錢 真的 你在空中對岸聽的 我相信點頭路得好算 如果你是今天 在東森第一次跟金融 碰面的 無論是就與勳之 如果 在這1788 還沒加起來可以加起來 因為我每天的8點的Live Moon首頁 我都會先等指路 把一些大盤後續的看法 包含當下我看好的個股後續的操作等等 都會在那邊做一個分享 想買一點看著做就賺錢 看著做就賺錢 而這一個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個圖 對不對 我說未來5至10年的長多 對 這個Computex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我們小編弄錯了 原本核心是5至4年的長多 長期Follow應該知道我在講些什麼 因為我從2022年 股災落底的時候 對不對 你兩年前就在預告 2022的時候那時候 對 聯準會聯妹升息啊 股災 到10月底還在落底打底的時候 我已經在預告 我說未來5至10年 四大長多 無非是電動車 出人重電 AI 軍工 那我相信 當中四個族群 各股 比比皆是 村重電 我說市場 在過去的話 我說村重電第一人 我說第二 絕對沒有人敢說第一 你長期Follow 認識我的 我在講什麼 真實操作的 去年的華晨的10倍 我只說10倍而已 當去年1月6號 我在三立 受邀 在講台電 強韌電網的時候 我說5600億啊 我說你只要看兩檔 如果你對產業夠了解 第一個中心電 第二個華晨 中心電當時70塊 對 華晨52塊 是不是 那去年一路這樣 創高創高 到500多的時候 10倍 金融足度驗證了10倍啊 沿路Follow 只要你LJJ1788定起來了 所以我什麼時候是金山銀山 沒錯 裡面都是在先任指路 領先市場再做一個預告 好 那後續的話 你說漲到快1000塊 那個我說 多了我就不要了 因為那個本益比已經高了給嚇人 所以我說 四大長多族群我給你了 我講了兩年 足足兩年 這張字卡我做了兩年了 電動車 儲人中電 軍工AI 再來就是這些族群 各股 各股是金融可以給你的 那我相信黃金金融點 多頭強勢的股票 你長期發表劍紅的 你應該非常清楚 什麼叫黃金金融點 那如果是今天相見喝完 出來貴寶弟 或是剛加入的 就給大家做一個所謂的一個介紹 然後順便讓舊羽呢 同步做一個複習的動作 沒錯 我說多頭形態的股票 它的一個走勢 就是跟句子創 簡單的 我用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形容 就跟我們人爬山一樣 很多喜歡登山的朋友 爬山是13比13高 是耶 從你地平坡開始爬到宮頂的話 你有可能一口氣 A到B45度角 一條直線上去嗎 我會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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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可能 對 所以很巧妙的 你覺得很多東西就是 就不脫離你日常生活的 跟一些所謂的一個原理嘛 那多頭形態的股票 既然它是多頭 它的股價就跟人爬山的模式 有共同的特性 從底部進場 開始爬了一段 股價漲了一段會累嘛 上去之後 我們爬上去不是到一段的時候 你往往從這邊看 哇 這一定是三頂三頂 但是視角的問題啊 還有那更高的 對 你開始從下面往上爬 爬到一段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哦 這也不是耶 而且你到那個點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怎麼那麼平坦 甚至很貼心的 還給你一個小涼體 讓你休息 QK用的 對嘛 你爬的會累嘛 就是喝個水 吃個東西喝了在上 那股價一樣嘛 底部上去了一段 漲了一段 對不對 開始就會進行震盪 不論是強勢橫盤 或是壓回整理 我說這是一個換手 為什麼會有這狀況 人爬山是上去了 涼亭休息喝水 他為了就是債工高 沒錯 股價多頭形態 底部上去了 創了一段高 為什麼會震盪整理 因為很簡單 始終來於人性 不只科技 操作股票也是如此 進股市是要幹嘛 當那一波的話 買的夠低的 對 上去不是就是為了要賺錢 對啊 上去就會了結 卡隊包會有啊 當有人賣的時候呢 一定會影響股價 會影響股價 但是你要記得一句話 建宏的名言在出來了 記得 我的節目一直在講相關的 你會 之後你會反覆的 一直聽到同樣的話 但是它始終在驗證 不是重播只是我一再的提醒 當有人賣的時候 我說市場很公平 林林要賣 要人接 要人接啊 是 一賣一買一成交啊 所以當他創高之後 震盪整理之後 換手到一個到位的時候 會有一個所謂 下一波準備放量前 再創高前的最佳買點 無論是底部跟建宏一起進場 或是桌頭形態爬了一段 震盪休息完之後 在準備在創高前 一定還會有一個最好的買點 這個就叫黃金進場的點 它就是一三比一三高 不要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這也是我的諺語 也是我的名言 如果你的老師 跟你講說啊 你跟著我進來 我從A點進場 到B點的滿足點 它就是45度假的直線 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 天天在跟你畫圈圈 在跟你算掌停板 都不用休息啦 這種聽我一句勸 千萬五湯 真的 我跟你講實在的 千萬五湯 多頭形態的股票 就是一三比一三高 你只要掌握住每一個 起漲在創高前的 底部沒有跟上沒有關係 但是一定會有機會 再讓你買來 該波起漲前的最佳買點 沒錯 這個就是我的黃金進場點 這講得很清楚了 我相信老朋友不好意思 花點時間再幫你們做一個複習 OK 那用對方法 我說賺錢並不難 就很像 是不是 我說我是一個實打實的分析師 上上沒有一個人 像我這麼老實坦白的 有做才敢大聲 很多發了我很久的 應該知道說 我有宗教的信仰 所以我有做才敢大聲 我敢在節目上 跟你分享的股票 從哪裡賺到哪裡 一波上來 娛樂最肥的 就是確實是我會員的操作 秀給你看 就秀給你看 像1582我們老朋友姓景 是不是 我們來看看 今天1582 有創播蛋糕 是不是 到目前 因為我是做一個預錄的動作 我現在還沒收盤 我現在錄影的時間是 12點41分 OK 現在是漲了半根停板 對不對 股價來到15 那今天姓景的高點18.5 我們什麼時候進場的 親愛的 我們進場的點位 79.5以下 79.5 一波上來 今天姓景18.5 是不是再過前高啊 沒錯 再過前高 對不對 對不對 1582的姓景 再過前高 的一個點位 之前是113.5 對不對 再過高 我不用看 沒關係 就是118.5 一波上來 到今天 49%了 那我說 我是一個有做才敢大聲的 不是每天都說 看什麼追什麼 長什麼 沒有分析 就像你這樣 我家都在說什麼 只要長什麼 我家通通有 兩個問題是想想去想 我很喜歡反向思考 我也建議多數投資朋友 做任何事情 反向思考 很多事情你會一目了然 你會得到真諦 當所有的人 所有的分析師 你的老師 今天長什麼 我就說我有 或是今天長什麼 就說他的好 我請問一下 縱使他有 一天一主軸 股票三四十檔 你只有一套自己 我好像沒那麼多錢 你怎麼買 你告訴我你怎麼買 是 對不對 來那邊壓比重 十檔就好了 當天的話 一兩檔漲停 很棒啊 但是佔你20%資金啊 另外八檔呢 沒說的 如果是跌的呢 沒說的沒事情 對啊 搞不好 因為80%的比重的話 都是跌的 你那兩檔漲停 20%的比重 還不夠cover 那80%的虧啊 這實在話 所以怎麼買 對 就是 剛好一點點 有時候 下一句大家會講 台語 那你看 信景 我說我一個實打的事 這是我會員 Live對話 明細 買賣 所有的訊息 清清楚楚 這怎麼造假 你告訴我 時間地點等等 3月8號 79.5 第一次買進 某某先生 張數都告訴你了 原本有22張 再買3張 總價1988萬 就是1988千 200萬 所以均價79.5 第一檔 是 信景 第一次進場79.5 老師給指令 38婦女節 這個ICRT的朋友 應該很清楚了 休兩天回來 3月11號 禮拜一 哇 這位先生的對話 建宏老師 你真的太厲害了 1588馬上就印證 為什麼 如果 對 如果你關注過性景的 3月11號那天 叮叮叮叮 是強功漲停 是的 3月8號碼 79.5 回來禮拜一 馬上漲停 馬上哦 到3月19號 我再一次請他加碼 均價 第一次79.5 第二次 下來的位置82以下 均價81.77 35章 我都幫他算好 他說 他之前都是用App 耶 老師你真准 當然 建宏 2006年就進了這個市場 而且我是實戰操作的分析師 沒錯 我不是在給你看Paper 寫Paper 這個後續有的時間 再來跟你聊 說建宏之前的Background 是什麼 OK 好 79.5 第一次81以下進場 那請問一下 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我說通通有 有足夠打線啊 你自己看 上週五10點29 你會接到這首訊息 對 上週五他漲停 林建宏核心會員 林建宏單股會員 林建宏贏家會員 通通有 上午10點29分 誰給你看這種東西啊 誰敢給你看這種東西啊 性景 1582上週五是強攻漲停 到今天呢 今天呢 又再創播 今天上午9點43 我已經在預告了 今日股價再創播段高 當下的只到116塊 早上9點43分啊 盤中最高給你看過的 來到118.5 再創高 從79.5到8 甚至80塊 80出頭 到今天18.5 又11檔 49% 實打實的 真槍實彈 不就是如此嗎 更何況 這一檔更新鮮 過去林建宏 幾乎大概講 這過去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大家現在關注的 明天的黃仁勳來 舒志豐來 甚至美超圍 梁建後來 台灣的三大 台灣之光 高科技 所有相關的 這個領域裡面 世界前三大 都是台灣人 真的 我跟妳講 台灣人真的厲害 高雄人 對不對 然後在兩個禮拜前呢 我都跟大家講 好 大家都喜歡 Computex 2024 我說 亞洲最大 世界第二大 我說先抓這一檔 因為過去的話 ICRT的朋友 投資朋友 認證 金融太多 在黃金金融點 也是該波個股 該波起漲點的一個買點 所以我來號召 號召 有不少朋友來 我感到開心 為什麼因為今天立台 就是立台 強攻漲停 又是一個實打實 現買現賺 對 相關的立基點 這個我就不說了 因為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立台 2465 哇 對不對 妳來看看今天立台 是 2465 馬上又沒妳的事 因為他強攻漲停 親愛的 過程當中 妳自己看 這一根 帶量漲停 那我們過去當中 禮拜四 甚至上禮拜一 的加碼點位 130塊以下 125 126 126的軍家 今天這一根 上禮拜 我在講Computex 抓這一檔 你來找劍鴻的 今天 就是至少 4大10的一根漲停 立馬賺 嗯 有圖有證據 我說我是一個 死打死的 我沒給妳 畫煙霧蛋 那邊 XXXX 那個沒有意義啦 對 我就說我有信仰 騙得了一絲 騙不了一絲 是 來看 立台 上週一 一個禮拜前的今天 10點43分 嗯 一樣通通有 2465立台 再次強攻 我說他股價敢愛敢恨啊 敢愛敢恨啊 當下 禮拜一的股價 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 嗯 2024Computex 我說股價後試口期 是 上禮拜是 再一次加碼 我說新進會員 手中沒有的 買進立台 2465 一百三十塊以下 明確的指令 嗯 上週是9點52分 啊 親愛的 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你又來找林建宏 我說通通有 核心會員 對 單股重壓 嗯 贏家會員 不好意思 在今天上午的9點39分 我說 立台 強攻漲體 Computex在即 沒錯 明天才開始啊 明天才開始啊 啊不是嗎 沒錯 啊 你買了禮拜一的 嗯 2465 不好意思喔 這設定上有點跑掉喔 上禮拜一的 嗯 或上禮拜四的 均價在126 對 啊今天這一根漲停啊 哇 137.5 不是就是一個線盤 一根漲停盤 就是這樣 對 有做財感大三 所以我說 操作股票真的不難啦 真的不難啦 你在股票市場上 老實說 賺不到錢 嗯 甚至我來後台常常講說 老師為什麼賺不到錢 老師我又被套牢了 對啊 那請問一下 你是不是犯了這兩個錯 嗯 愛跟風 還是相信事後諸葛呢 對嘛 跟你說低低的可以買 有時候股票好東西 你還敢減啦 真金白銀的 我說在籬包裡面 你不要嫌他髒啊 你腰彎的下去 拿起來洗一洗 泡一泡 喔賣 賣給人家十倍 對 當你不敢減的時候 當跌的時候 你嫌他不好 嫌他爛 但是四貨的在流口水 他拿起來就如我說了 洗一洗泡一泡 他就在流口水 放在修潤上面 他賣貴你十倍給你 然後你之後還要再去買他 所以是好貨 你不要不懂得減 這也就是 現階段投資朋友的 一個最主要犯的一個大忌跟大錯 股票好股票 跌的時候 股價跌的時候 你要勇敢 你要敢撈啊 重點是建宏給你什麼樣的標的 好東西你要敢減 不是等到 欸沒錯我接牌了 公開驗證了 秀給你看的時候 好準好準好準 好準好準 那你才去追 才去買 你買貴建宏老師 跌的時候不敢買 偏偏要紅買紅的 買大漲的 我又說一樣的邏輯啊 你有沒有想說你買那麼貴 等到你驗證到漲 那麼多東西要去追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要看 林杏鴻買在什麼地方 上上買在什麼地方 股價為什麼會漲 不就買上去嗎 籌碼堆疊上去的啊 你有買的比別人低嗎 那一來一往 又回到一個最主要的人性面 人來股票市場幹什麼 就是要賺錢嗎 對嘛 買的高低會有價差 所以你往往 為什麼 你去接人家的嘛 對滴滴的你不買 偏偏的啊 漲上去會買紅的 對沒錯 然後才去說啊 老師我又套牢了 這種事情一再再發生了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說 很多東西你必須去思考 什麼樣的一個正確的一個邏輯啊 所以說多頭形態的股票 掌握黃金進場點 每一檔股票的黃金進場點 是啊 相關就是過去我經期的操作 這留在下一段了 時間真的不太多 是 那我剛才講到 Computex明天開始對不對 但是我的立台 上禮拜已經在邀約了 今天一根停板 立馬賺 立馬那個 立馬現賺對不對 那如果你認同Computex 又認同金鴻所說的 黃金進場點 可以買的滴滴的 你何必去追高的話 繼立台之後 是 繼立台之後 我說這一檔 再來抓這一檔 哇 我是模範生 當然 誰是模範生 所以線上所有好朋友 不管是ICIT好朋友 還是東森節目的好朋友們 繼立台之後 Computex 2024 再來我們要抓的是這一檔 誰是模範生 我是模範生 但是重點是什麼呢 你可千萬不要再錯過了 小老鼠JJ1788 LINE先加 對曜框裡面 記得留下您的聯絡方式喔 想跟著泳城國際投股林建宏分析師 股票買在黃金進場點 掌握獲利引爆點 享受獲利滿點 現在就進入台股獲利任意門 直接掃描QR Code 加入Light粉絲團 以及訂閱林建宏分析師 YouTube個人影音頻道 記得訂閱按讚 打開小鈴鐺 加LINE了沒 小老鼠JJ1788 小老鼠JJ1788 各位線上投資好朋友們 拜託 藉由老師上週邀請大家 這一檔Computex 先抓這一檔的立台 兼現賺一根掌停板 但接下來呢 Computex 2024 再來要抓哪一檔呢 這一檔 我是模範生 加入的朋友 你也會是模範生 而且賺得開心 賺得輕鬆 但重點是先加LINE喔 因為很多人 我相信大家都在後台 都會問說 老師我看哪個分析師講講 哪一檔哪一檔 好準好準 然後我去買了 我去追了 發現 哇 我又被套牢了 投資股票 我覺得好難耶 但是我發現 認識建宏老師之後呢 可以讓投資變得很簡單 而且你還可以體驗到的是 真實的大獲利喔 扎扎實實 又是一檔翻倍賺 又是一檔四成五成的賺 但重點就是 你要跟上建宏老師 那這時候可能很多人都會問了 老師 為什麼要怎麼樣 可以在股海中賺到錢啊 還是我一直都是用錯方法 還是找錯工具 我不太懂耶 基本上我相信大家應該認同這個論點啦 任何事情 你做任何事情 你要完成它 要確保達到目標 一定要用對方法 對 移民走了 繞了一大圈 全願望 那投資股票更是如此嘛 怎麼從國外裡面賺錢 一樣啊 找方法 用對工具 這是建宏這個節目 台股獲利另一門 我認為從先前的三立到東升 然後到所謂台中的大建建台 到去年開始已經進行半年ICRT 到現在又回鍋到所謂東升 我標榜的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勝利方程式 對 做任何事情 對啊 你考試一樣啊 像建宏是北連省年那個時代的 我已經快50歲了 北連省年那個時代了 就是一樣 就一次定生死 不然就是敦補習班 對不對 重考 對不對 那你一定會覺得說 數學 物理或什麼等等的 一定會有一個最基本的公式嘛 因為有這個基本公式 你才會有再延伸的東西嘛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基本公式夠滾花爛熟 甚至你可以熟到啊 倒回來都可以算出結果的話 算出那個方程式的話 我相信你要拿高分 不會那麼困難 所以只要掌握正確的公式 對啊 就跟做股 脾型怎麼換 就都會賺錢 對啊 你趕它怎麼換 就跟一樣啊 就跟一樣做股票一樣 我說是黃金進場點啊 對不對 我說多頭型態的股票 它的股價就跟人爬山一樣 它就是13比13高 講白了就跟爬樓梯去死狀一樣啊 爬了一段 漲了一段上去 他一定會休息 人要休息嘛 要喝水嘛 但是休息完之後 他的目標目的是什麼 要供更高 繼續往上爬啊 繼續往上爬啊 那股價也是一樣啊 漲了一段 中間為什麼會休息 人性啊 我說年年進場 他買了 有賺錢了 我要跑 跑的話賣一定影響股價 但是我說市場公平啊 年年要賣 健鴻要買 一賣一買才會一成交 當他換手之後 一定會有在一波 準備創高錢的最佳賣點 哇 這個就是我的黃金進場點 非常的清楚明白 只要你掌握這用對方法 賺錢真的不困難 為什麼 你自己來看 這是健鴻近期的操作 對 高麗 從2022點第一檔哦 相信你鎖定我久了 應該知道 沿路follow了 我的飛龍在天二 飛龍飛酒梯 今年的1月22.23 為什麼會有這個高麗 飛龍在天二單身 因為去年華盛了十倍 叫好叫做 我說 相見恨晚沒跟上的 今年年初我說 來跟我飛龍在天第二 在2022給自己一個新的期許 金鴻創造一檔翻倍的再給你 是不是 1月22.23 均價215 是不是 到4月30號433 今年上半年到4月底 我第一檔翻倍賺 103%出來了 我們的老朋友 包含性景 對不對 79.5 剛剛給大家秀過 敢做 有做才敢大聲嘛 對不對 到今天還在創高 1180 對不對 49%上來 18 之前 72.5 101 短線的 四個交易日 39% 包含星星 3037 170塊 金星星也很強 我們沒時間去看 190以上了 耀華 我明天再給大家看 看 老朋友看過了 新朋友沒看到 看我會員真實的操作 指令 對時對價 對金 沒錯 我說 再強調一次 我是實打實的操作 26.9以下進場 11.55 上上個禮拜二出場 54% 80 提維西 48 48.5 一樣 後天 明後天 再秀 秀科訊給你看 1000塊的 研發科 以下買點 4月底 以上 如數加深 長期Follow 不意外 更何況 上禮拜五一直邀請 熱騰騰的這一檔 Computex先抓這一檔 立台 2465 今天立台親愛的 是不是直接給你強攻漲停 上週一 上週四 均價15 125 126 到今天137.5 這根漲停 扎扎實實 10% 我就給你 所以 如果你沒跟上的 認同接種操作的 寄立台之後 是 Computex 來要抓的是這一檔 沒錯 就是這一檔 我是模範生 我是模範生 是的 加入的朋友 你也會是模範生 而且是賺大錢的模範生 是 但重點是什麼呢 如果錯過立台 接下來你今天認識我們的 在東森節目 遇到建宏老師的 相見恨晚的 不用擔心 沒有關係 今天這一檔 我是模範生 繼立台之後 Computex 我們再來抓這一檔 但重點是你不要再錯過了 所以呢 線上所有好朋友們 先加LINE 小老鼠JJ1788 小老鼠JJ1788 先掃QR Code 先加LINE 對外框裡面記得留下 您的聯絡方式喔 今天謝謝建宏老師 謝謝念念 大家掰掰 特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再次見 再次見